法案当中有很多的龙 杀完龙可以拿到龙心杖 然后去龙响教堂 就可以换取龙相关的法术 那么怎么在法案当中 简单的干掉一条龙 我们只需要准备一个法杖 智障号也能用 任意一个杖 像这个亚恩女王杖 对智障友好 要求非常低 我们拿过来加零 一个都不加 然后呢 拿到这个黑夜女巫的烟雾 这个在盖里德 做完一个很简单的任务 就能获得 最后就是一个大盾 防止一股死 剩下的事情就很简单了 就是不停地 找时机地放这个烟雾 这个龙想要打你 就拿大盾底 反正只要不死就是 留一滴血可以喝个血 只要不被他秒 不被他图记抓到就可以 因为龙这种东西 他特别喜欢在原地旋转 他不挪窝 不动 不够灵活 所以黑夜女巫的烟雾 也就是之前的 文系列当中的水银烟雾 可以挡出满名的DPS 这可比放毒啊 放酸啊 放青红土盖啊 放其他的烟雾好用 因为这个烟雾非常直接啊 就是碰到就扣血 碰到就扣血 而且扣血的这个 跳的速度非常快 这个DPS可不是闹得玩意 只需要注意一点 就是这个烟雾 是不是敌我的 你可以招灰 但是灰进去 估计就会被你的烟雾图死 自己进去也会被毒到 但不会是秒死 就是一秒一秒的跳血 这样他就快死了 什么都不用干了 我们什么都不用干了 就放放烟 抽抽烟 图图雾 当然肯定会有人说 你这个不对 这斧龙的位置一般都比较狭窄 所以他跑不动 他不会跳 不会飞 他能被毒死 但是其实是一样的 在野外屠龙和在室内屠龙 唯一的区别就是你骑不骑马 骑马一样可以用法杖 不需要下马 骑了马放着毒 骑了马放着物 他也打不到你 但是他就死了 这个野外再大也没有学院这片大吧 这已经算最大的技术了 这只灰狮龙 死马拉格 他还会这个结晶枪 你想要再快一点的话 就围着这个龙骑马绕 一般在他的一个 差强的一个距离 就是不远不近 他伸伸手能碰到你的距离 他就不会往后后跳 喷火 一般只是会对你进行一些 人身攻击 不必有魔法攻击 所以 或者是像这种 烹烧火焰 只要保证自己不死 一般也不会一管慢地喷死 实在不行 你可以捏一个 卢恩万虎吗 你看刚才我们 一条物 两条物 把它直接阻掉一半 实在不行 也能用黑刀 也能用其他法术 阻个刀 非常简单 这里我还要再强调一遍 我没有加任何法杖 没有加法杖 是0 加0的法杖 我是一个智障号 没有加多少点的法术 这个伤害非常高 非常可观 非常好打 比你起码射箭 比你起码放其他法术 比你起码一刀都要砍都要快 非常简单 甚至一些信号都可以采用 你只要拿得起杖 用得起法术 就行了 这个古龙 蓝丝 伤克斯 他会在你去 王城的路上拦你 但是 这里打他 其实没必要 因为 打不死他的 不是因为他很强 是因为 你打了打他 他就跑 他和另外一个 捷径龙是一样的 在 那个 拉亚 是叫拉亚吧 那个女巫门口 一样 会跑的 还是一样 就是放烟 然后他就走了 这个法术 黑夜 什么女巫的烟雾 到底怎么拿呢 这个 在盖里德 你会碰到一个小破屋 去盖里德 组成的路上 一个破屋 破屋门口 山的一条狗 这个 只要来过盖里德 都不会错过 他会让你去 找这里头 找一根 纯净的 红一针 这个纯净的 红一针 就在这个老将 奥尼尔 老将奥尼尔身上 这个 Boss战目难 属于这种 支线型的Boss 是相当的不难 他的行动非常慢 他唯一的强处呢 就是会招一些 小朋友 招一些灰 你是法师的话 也很好过 像我这样的 猥琐的打也行 战士的话 上击他忙也是 没有什么限制 打败他之后 拿到 纯净金针 这个针已经断了 这时候我们需要回去 给那个法师 这个老法师叫做 格威 给他这个针之后 他会给我们一个通关密码 这是另外一件事 和我们要拿法术 没关系 主要是他的法 这里他需要时间去修这个针 所以我们需要去转圈再回 你也可以到赤福去消磨一下时间 这样我们再次回来 他就把这个针修好 但是他让我们把这个针转交给一个女孩 这个女孩患了心疯腐败的病 快死了 这女孩在哪 在旁边的腐败教堂 用这个针就能救那个女孩了 这个女孩叫做米利森 你之前去找奥尼尔的时候 她会入侵你 反正患了心疯腐败 就是暗铃 红铃入心灵 这样我们再次回到这个腐败病教堂 转交这个纯净金针自杀的镜 然后还会发生一些非礼物事的一些画面 是真的物事 你真的看不到 再次和他对话 他就说针顶进去了 然后就不说话了 进入昏厥状态 这时候我们再回去找各位 就可以学习魔法了 这样治好了米利森 我们就能拿到黑夜女巫的烟雾 神奇 神奇魔法 对龙宝具 我希望 我抱歉 我抱歉 everything is as you said even the nightmares have abated not that I could ever but that I could ever do it but that I could ever do it